无人问洁的角色 你选择去崇拜谁呢 愿谈谁呢 家中热情的冷落 家中自由的枷锁 你最后成为了什么 燃烧华丽的烟火 绽放一次就足够了 奢求什么 无名之辈 我是谁 我的谁也无所谓 谁不是拼了命 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很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身无畏 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 无名之辈 我是谁 我们谁也无所谓 只去追 谁的光荣不许伴着眼泪 也许很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身无畏 谁生不来我都是一样 尽管家我无名之辈 咱们 咱们一身体 倒数第三排 他们怎么还没入场呀 淡定点 淡定点 一般呢 都是开始一件十分钟入场 我 我 我就紧张一下 不行吗 行啊 那我把它拍下喽 快给米商飞输出来啊 你不要拍 我快拍下来 你这孩子 你别不高兴我 没有啊 没不高兴 开心的啊 开心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VKF职业联赛第八赛季 中国赛季预决赛 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现场 趁着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队员们迄今为止的一个战绩 好 首先让我们来说说 SP的米少飞 可以说米少飞呢 是一位老将 这次在CTF项目上的付出呢 确实是让我们非常地意外 米少飞 早就过了一个黄金年龄 而且她退役了很多年龄 加油 SP能启用它 其实是很让人意外的事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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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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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有压力 平常心 我相信你的 就当是一次精彩的表演 就当是一次精彩的表演 别把我当小姑娘哄着 我需要吗 好了 我们的暖场也结束了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比赛的两支战队 SP战队和浩涛战队 好的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局依旧是我们熟悉的攻防模式 好 SP加速服务器开局 滔滔战队则是队长直当节点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开局 滔滔战队几乎是全员猛攻啊 一上来就拿出了群狼战士 而SP战队是完全相反 全员防守 摆出了拖垮涛涛的一个架势 SP战队一鼓作戏 拿到第六个赛点 帕姆黎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涛涛队现在的夫妻非常不容乐观啊 他们这局只能期待奇迹地发生了 希望渺茫 SP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今天的米少飞状态极佳 这是她付出以来表辰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这把应该是稳了 没错 你看她一个人 几乎是搬着了全队 看到涛涛这边 绕过奥特补丁 忠重压尽三个人攻上去了 那边不要管 不要管 好的 守住一个 抓取漂亮 一个 还有一个 两个 漂亮 还有最后一个 看他们的守住 漂亮完美的进攻 米少飞这波打得非常的好 好 这边可以看到 现在是一个五防一的局面 漂亮 漂亮 恭喜SP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SP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SP获得中国区域选战 八分之一决赛的胜利 今天我非常的激动啊 看到这位老将的风采 姜还是老的啦 没错 好的 让我们现场的观众 用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今天的获胜队伍 SP战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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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想必我们SP战队的队员啊 就非常的激动 有话想对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说 那么我们派个代表 有请我们的队长滑梯说两句 掌声欢迎 我觉得最有话想说的 一定是我们的战队工臣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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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以赴吧 今天 是我人生中 最后一场职业赛 说什么呢 小米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 十年前支持 单独战队的小米米少飞的朋友 小米这十年 过得浮浮沉沉 我总是相信 我只要努力在假把劲 我就会得到一个好结果 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但说真的 我内心非常的平静 感恩非常的多 就像 放出来 在空中的烟火一样 短暂 灿烂 一样的 我要谢谢支持我的你们 非常谢谢 陪我这一路走来 你们辛苦了 陪我一起度过 最美好 最亮的烟火 谢谢你们 我在这儿还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 那就是我们 那就是我们 单独战队 唯一还继续打比赛的欧枪 可能是命中注定 因为他的 新闻网络账号叫做欧 所以 他将代表我们单独战队五个人 代替我们一起经过一起努力 替我们拿全国冠军 替我们拿世界的环境 由你们 是新闻网 小米 米少贝 像台一群狗 海外 松露 松露 你慢点 问问小米她到底在想什么 你别着急 等他们下台再好好问 松露 是谁让米少飞退意了 是谁做的决定 韩少爷 你先别激动 松露实际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当初答应了我什么 韩少爷 你先放手 闪开 你当初答应了我什么 放手 观众还没散场 报告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当初答应了我什么 爱情啊 你站远点 韩少爷 你别激动 你先把手放开 你俩都骂不走是吧 不去对爱情这么说话 你吓我谁呢 我现在不是你的队员了 没错 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属于我自己的队员了 这是你退役之前 我答应你的第一件事 如果我离开战队 我不再参与任何团体项目 所以到今天 我一直是单打独斗 第一件事我做到了 第二件事在三亚 我答应过你 照顾好他们 小敏 欧强 我现在 我第二件事没做好 来吧 想怎么打怎么打 我不还手来 韩少爷 你这儿干吗呀 你在这儿干吗呀 你的衣服 好像少一个欧强啊 小敏 跟我走 带你去KK 快 事不过三 我真的不好意思再拒绝你了 不好意思就对了 跟我走 可是杠审 你站队排名最差 七十亿 而我呢 被甩到一百开外了 我去你进入部做什么 擦一幕 洗键盘 是吗 你要看到我这样吗 给点面子嘛 对不对 我刚刚在台上多风光啊 你们也看见了 我要打电话给我家人吧 我不希望你们再吵了 小敏 小敏 再约喝酒啊 小敏 怎么了 脸色真难看 不就吞意吗 有你这样的吗 什么叫不就是吞意吗 你和我们商量的吗 你这么冲动 我怎么跟你商量啊 到底谁冲动了 说不过你 我不说了 小敏 我没时间和你开玩笑 你这样公开在赛场上 说你宣布退役 等于把我们给你挽回的机会 都弄没了 米肖飞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失望什么 我猜多大 你这都是什么事 看着我 退役之后你干什么 想过没有 你甘心吗 我承认 我不甘心 我承认 我不甘心 我心里还有冠军梦 所以当初搜罗 找我加入SP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 但事实证明 我没那实力了 我没那么实力了 我的节奏 我的体力 跟不上这些年轻人 我没办法了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兄弟 给我一个完美的席幕 对不对 好 来 来 创众练队是你一个人 你一定要坚持 只要你在 所有人都在 别来 别来 你先冷静一下 先别生气 小米这件事情 她是有意瞒着大家的 搜了河爱情也并不知情 搜了河爱情也并不知情 也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也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知道了 知道了 韩少爷 我今天是来看比赛的 你怎么样 你现在心情还好吗 想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童年 小米这件事情 对她刺激太大了 得到这两天好好安慰她 我会的 爸 你在哪儿啊 爸 王浩 王浩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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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爸 爸 你干什么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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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 跟我说个话呗 爸 爸 你别 你别 你 你跟我说个话行吗 爸 你别 别不跟我说话 爸 爸 爸 你别烧心了 爸 爸 爸 你别烧心了 爸 爸 爸 我本身说很失败 没有 爸 爸 你别烧心了 没事 爸爸什么事情都干嘛 不是 我爸最厉害了 爸 爸 爸 我 外转的灯光 总有光环在远落 我放着一个又一个 偶像 外面有好多粉丝 你 突然一说退一 他们都喜欢你这么长时间 肯定会有人很气的 万一他们太激动了 你能应付得了吗 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衣服帮你把头毛钱 行 行 行 别搞得跟私奔似的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怕你受不了 一个大男人受不了什么 该告别的就告别吧 说不定像你说的 有一些老粉啊 是吧 有 有 外面有的 偶像 你要记住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这些老粉都会一直 信任你 支持你 一直陪着你的 走 也许被我一生无畏 也许永远成为 黎少飞 我 我从你九年就习惯上你了 黎少飞 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黎少飞 你回家也可以做直播啊 不要又跟你田一样 就消失了 我们永远爱你 对啊 你网上粉丝很多的 你去开直播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你为什么要退役 你不是说要陪我们很久很久的吗 你为什么要退役 你不要退役了 不要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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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我下来 我不会支持你 不要走 我下来 陪着我吗 真的很 谢谢你们过去的支持 谢谢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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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拍你 你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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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你什么呀 回来了 老大 大嫂 照顾过好客人 不要跟着我 不要跟着我 行 行 行 不是 什么情况 你怎么成客人呢 大嫂 她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 刚刚敏少飞宣布自己退役了 什么呢 这 不会 老大 老大 老大呢 看见老大了吗 老大 怎么了 大嫂 林队 老大呢 我妈来了 救助在门口呢 说是要见老大 我去 不是吧 这么费啊今天 林队 你帮忙我 我去应付应付吧 阿姨 你好 我是KK战队的领队 也是他们的生活主管 我找你们领导 我们老大他这两天 要处理一些私事 还不能回来 要不您先跟我谈 我问你 你的权力有多大 能直接谈解约吗 我现在该怎么办 进去找他吗 我觉得我现在一点用都没有 反倒像个局外人 你怎么办 戴蒙 妈 你们忙你们的 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要不我还是叫上老大吧 不用不用 千万不用 让他忙吧 回头再说 我先走了啊 忙你们的 拜拜 好 不是 别 拜拜 这 这 你说的这些话 我听是听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一点用都没有 我今天 就是要帮他解约 我们家虽然没有什么钱 但是为了带风 这个解约金 我还是能筹得出来的 你放心好了 怎么办 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好 Solo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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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解约合同 补偿金加倍 从我下季度奖金里扣 以公司的名义 打到米售飞的卡上 还有 这件事情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好的 好 花什么呆的 看一下 公司的解约合同 没办法 要走到正常程序 我知道 给你添麻烦啊 说什么呢 兄弟之间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就是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挺难过的 难过什么 成绩是我自己打的 我和你没关系 而且韩商严 爱情 还有你都退役了 我也该退役了 正是因为这样 心里太全都不舒服 我们都太自私了 为什么要把没完成的梦想 强加在你跟欧强身上 这一路以来是我带着你 我让你燃起了新的希望 可是为什么今天把事情 走到了这个地步 其实我想通了就是 再厉害的英雄 都有布下高峰的时候 欧强打得很好啊 这几天看来 我相信他会 持续地打下去的 我相信他 是 是 就在这点行李啊 不要 就 就这些 晚上一起聚聚吧 晚上还有事啊 来吧 怎么签 等着 就 看不太懂合约吧 你干吗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 岂是这份生冷的合同 能说清楚的 除了补偿金 未来的任何事情 你的事 还是我的事 谢谢 都管好了 辛苦了 都管好就没事了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 不会吧 我这不是为你筹谋吗 你别吓唬我 米少费只有那么一点点 怎么跟韩少年斗啊 谁一点点啊 不就是比你们家那位 少年瘦小一点点 小米哥 小米哥 你帮我签个名吗 不许这样说我偶像 我昨天看到你比赛 退一圈一样都哭了 留下我的名字 我要加好 好 大嫂 我去帮你叫老大 你去吧 你去跟他好好说说 行吧 那我去 小米哥 谢谢 谢谢 你坐 你坐 坐 坐 你喝水吗 坐 坐 不好意思啊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又进来找你了 我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 米少费让我跟你说 她想约你 而且她人现在就在前面了 你要不要去见她一下 你别冲动啊 你别冲动啊 找我 你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不会吧 不是说约喝酒吗 她 她们要干嘛呀 不知道呀 你们你们俩要干嘛呀 先排排汗再喝酒 来呀 在这里等我们 两个小时得回来 我们陪你们一块去吧 速速走啊 快不行你 你你你你爸爸也是满分可我不及格 而且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好吧 好吧 你在这儿等会她们吧 嗯 她们从那儿出来了 你们还好吗 没事吧 死掉了 你都不暖身直接跑 你不怕跑一跑心脏停啊 我们KK每天都有陈跑 逼你们SP 注重身体的损失了 我都已经不是SP人 干嘛还要给我真的你死我活啊 我只是生气啊 你这么没有志气 我跟你说 志气要跟实力成正比 不然就是一场笑话 你很棒 你很棒 只是老了 老了 老了 我还是轻壮年啊 不像有人啊 三十啊 最残酷不过 英雄陌路 是啊 是啊 笑什么 你们在笑什么 没跑啊 来来来来 跑起来 跑起来 跑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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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也是要跑起来 来来 放屁 放屁 你 救我 你 救我 救我 来 来 下了今天跑不了 你冷吗 要不我穿上脸衣服吧 走了 我帮她拿吧 来点 你就不是不知道 你到底要干吗 她还算 曾经种种 屁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 屁如今日善 来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回家 来之前跟我妈吵了一架 撂了一句很话 说要拿个冠军回去 这回回去 咖啡老太太搓几两股了 其实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网络行业也有很多工作机会的 你不一定非要回家呀 不谈这事 从SP的宿舍搬出来了 住呢 看吧 找个快捷酒店 先住两天 住我家 我又没嫁给你住一家干啥 我爷爷下个月就要回挪威了 他在的这两天 我和吴白阿回去看他 等他走了 房子也就空出来了 打住 亲兄弟明山正 完大的 再来 咸 来 一起 好 走 怎么样了 你是不是想吐啊 要吐还是不吐啊 没事 从小到大从没吐过 不是 说真的啊 我准备了两手处理方案 所以你千万别担心 而且我家 什么堂哥堂弟表哥表弟 全都喜欢喝两口 然后每次他们吐的都是我处理的 所以你你千万别忍着啊 你也别有偶像负担 我哪有什么偶像负担 你真不想吐 不是 吐吧 你 你 你这样看起来就是想吐啊 吐 真不想吐 你 谢谢你们 你少飞 下台一局够 好 你退役那天帅爆了 万众瞩目之下 赢了一场大赛 还当场就宣布退役 你知道 有人可能熬了几十年 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是吗 真像那年韩上言退役啊 嗯 真像那年韩上言退役啊 你们这些人里面 你跟他关于最好吧 我气他 我气他 但我其实更爱他 当年我们感情多好啊 现在呢 现在呢 我知道 所以当年 就只有你跟他退役啊 是啊 他伤透了心 我也意气用事 后悔了 我后悔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现在能继续打 当初没退出 我现在成绩一定比以前更好 但能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 他 他 他 你 好了 你别让过去的事了 你要 想想未来 想想明天 明天 明天去吃大盘鸡好不好 大盘鸡 哥哥哥 你手机是不是 在挪威的时候坏了 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我觉得 你跟米超飞今天这样特别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这个人不靠谱吗 我觉得你挺靠谱的呀 去挪威没有跟你说 把唯一能联系的手机 关机丢到的国内 这也叫靠谱吗 回来了依然没有告诉你 要不是在体育馆碰到 你连我这个人都见不到 这也叫靠谱吗 我知道你出国是为了工作的 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不跟你争了 你刚才喝那么多酒 我先吃点东西吧 如果不是为了工作呢 那是为了什么 相信你 家里给介绍的 对方条件不错 长得还漂亮 你不是在跟我发展的吗 我只是说接触接触 那你跟我接触下来 我是哪儿不好吗 还行吧 怎么说呢 鸡同鸭脚你懂不懂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因为我们俩的岁数 相差太大了吧 我也快三十岁了 该结婚了 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你呢 也该看看别人 我不想看看别人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潜台词你懂不懂他 听不懂 我觉得 你不能一边跟我接触着 还背着我去相亲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不喜欢 我在你眼里真的就这么没有信用吗 我在你眼里真的就这么没有信用吗 我答应你 我不会再打扰念念 不会再去找她 不会再让她对我有任何爱情上面的幻想 勉强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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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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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